上个世纪香港经济上行,乐坛也迎来了最繁华的时刻,其实本来还有张坛二人捅乐坛,可是因为种种原因,两人都退出了香港乐坛,熟悉这段历史的歌迷应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。 后来内地的乐坛也开始兴起了内地四大天王,当时这次个人可是红的八词,可惜这次个歌手已经慢慢沉寂,现在已经少有人指,而四人之中最让人感慨的那就是罗忠旭。 罗忠旭曾经是乐坛的顶峰人物,那时候内地少有人能和他匹敌,在那个资讯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时代,罗忠旭对于人们而言,就像故事中的人物。 然而世事无常,一场车祸从天而降,罗忠旭瞬间被命运堵走了自己辉煌的一切。 罗忠旭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,他天生就是做音乐的料,自小天赋过人,特别是他嗓音的细腻,对于歌曲的情感的把握,都是跟其他歌手不同。 他的歌喉带着一种特有的饱满和婉约,爆发力强,高音饱满,转情的戏,情歌婉约,特别是他将流行音乐和古典相结合,让人惊叹。 这么有实力的和名气的歌手自然得到了春晚的邀约,以前春晚可跟现在有区别,那时候能上春晚都是有到本事的人,而春晚对于一个歌手未来的发展,也是有着极大的好处。 可是罗忠旭觉得自己忙了一年,至少过年应该陪着妈妈,所以他三聚春晚,做了一件没人会做的事情。 名气大,本事好,可罗忠旭还是保持着低调的性格,这也让很多人低估了他的实力。 其实罗忠旭不止唱得好,他的创作能力也很强,《星光灿烂》这首曾经红火的歌曲,就是出自罗忠旭之首,只是他太低调,所以才让人忽略了他在其他方面的优异表现。 走向在事业巅峰的罗忠旭,这意外遭遇到了一场车祸,相信年纪大一些的歌迷应该知道这件事情。 这次车祸之后罗忠旭,就一夜之间消失匿迹于歌坛。 其实这其中原有虚者,罗忠旭也是身不由己。 当时车祸之后罗忠旭耳膜受损,这样子的身体状态无法演唱,所以他暂时退一养伤, 没想到自己身体好了,可却被公司无情抛弃了。 在一个传媒还没有太发达的时代,没有经纪公司的明星意味着一无所有, 幸好罗忠旭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,他终于在《中国好歌曲》中再次付出。 他那富有磁心的声音缓缓响起之时,大家似乎穿过时间, 看到了那是十几年前的身影,重现光芒的罗忠旭回来的有些晚,如今,他也已经49岁了。 据媒体爆料现在49的罗忠旭仍单身,也希望这么小心的人,早日拥有自己的家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